當我們雙手合掌的時候 機器也會偵測到你的狀態 而改變往生者的照片 翻過來看 機器的背後抽屜拉開 有八個插槽 裡面都是用來擴充的 而每一個插槽中也可以擺放 刻著往生者大名的神主牌位 每一個牌位也都是一個USB硬碟 裡面可以存放往生者的資料 例如往生者生前錄給子孫的影片等等的 大家好,我是社長小東光 還記得上一支影片我們介紹的日本殯葬展嗎?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朋友 我把影片貼在這個地方 有興趣的話可以過來去看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要帶領大家 來了解一下在這次殯葬展中 我們找到一個非常具有特色的商品 叫做電子化神主牌位與現代神龕 想像一下 假設你家的客廳是華麗的歐式風格 旁邊卻擺了一座非常傳統的神桌 在上面放有神主牌位或光發白 看起來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重視設計的日本人 其實也有這樣的困擾喔 因為傳統與現代的設計風格格格不入 所以年輕人很不喜歡擺上 這樣子的傳統神龕在自己家裡面 為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呢 就有人開發了現代化的神龕啦 讓這個看起來傳統的東西 也可以擁有現代化的設計 如果不特別打開 你連想都不會想到這個居然是神龕 下一次去日本朋友的家 千萬不要隨便打開人家的櫃子 搞不好那個就是人家的神龕 至於電子化神主牌位 其實是由員工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 而且平常工作完全與殯葬業無關的 互動設計科技公司BIRTMAN 以及俄方工坊這樣的公司 一起合作設計開發的 當我們在看這次殯葬展覽的時候 攤位上的介紹人就說 這樣子的一個智慧神主牌位 就是專門為了未來家庭所設計的 他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設計 而讓年輕人願意把這樣子的東西 擺在自己家裡的客廳裡 不去呼喚它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個控制盒 連相片都沒有 就靜靜的躺在那邊 但如果想要啟動它 只要站在控制盒的前面 上面就有一個感控裝置 它會自動的辨識冷臉 比方說 當家人對著機器說出爺爺 它就會自然出現爺爺的照片 而在照片出現過後 用手指輕輕碰了下方的感應鈕 機器還會飄出熏香以及鈴聲 來模擬傳統神珠的景象 而當我們雙手合掌的時候 機器也會偵測到你的狀態 而改變往生者的照片 翻過來看 機器的背後抽屜拉開 有8個插槽 裡面都是用來擴充的 而每一個插槽中也可以擺放 刻著往生者大名的神主牌位 每一個牌位也都是一個USB硬碟 裡面可以存放往生者的資料 例如往生者生前錄給子孫的影片等等的 聽完展方的介紹之後 我問他 你們為什麼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他說 第一個原因 當然是因為環境的邊遷 他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現代人比較能夠接受 在家裡可以依然保有 神主牌位這樣的習慣 而第二 他覺得這種神主牌位 其實可以裝載個人生存的印痕以及記憶 試想一下 也許我們的兒女還會有機會記得我們 但我們的孫子可能對我們的印象就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更不要講說往後的子孫說不定就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了 一個家族的傳承其實就是智慧的傳承 如果可以透過這樣的設計 把一個人的生命經驗可以當成一個教科書 傳承給下一代 我個人覺得這樣其實還蠻不錯的 比如說 當小瓜有一天長大之後 我會不會想要讓他認識爺爺 當然會 我會讓他知道爺爺的故事 當然我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要幫爺爺歌功頌德 就是 我比較想告訴他的是 爺爺的人生其實也是充滿了各種的波折 以及挑戰 他也不全然都是如此的完美 而這個其實也是生命之所以可貴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一天 當小瓜的人生遇到的挫折跟挑戰 其實想想爺爺的故事 也許對於他的人生能夠有更多的啟發 我認為人類發展到了一個階段之後 我們會開始去探究到底自己是誰 我們從哪裡來 而我們同時又要往哪裡去 也許先人們的生命故事 與我們的會有很多的不一樣 也未必有直接的幫助 但其實它確實會有非常大的啟發性 我相信孩子們聽了這些故事之後 也可以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如何一步一腳印的 去展現出他自己生命當中的韌性 這也呼應了皮克斯有一部電影 叫做《柯可夜總會》 它當中的一個中心概念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前人所留下來的故事 給我們一些刺激或者是養分 這種想法我個人認為非常值得傳承下去 講到這裡 我也想要問各位旅客 你呢? 你是否有想過在未來 你會希望透過什麼樣的行為 來懷念自己的親人嗎? 在你的想像當中 那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形態呢? 如果今天智慧神主牌位 真的問世了 你會去購買嗎? 我們好想新年再往 先去賣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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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